各位朋友大家好 清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文康的 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儿女英雄传 又叫金玉元 其中呢 有这样两句话 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 是这样说的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修功德五读书 对于这两句话呢 人们可以说是人质互鉴 有的人就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命中有时终须有 命中无时莫强求 还有的人呢 更加相信自己后天的努力 不管是哪一方 有一点呢 恐怕大家都不得不承认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人运气特别的好 别的人费尽心力才能做到的事情 可对于他来而言 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到了 这就叫做躺营 说起这躺营呢 有件事情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是前几天呢 我无意中啊 在网站中搜索 结果呢 就发现在内地的一个非常大的与水果有关的视频平台上 发现了我全部的视频节目 当然全部都是盗版的 随后我又在另外几个大的视频平台上看到了 我的盗版节目 其实啊 在以前我也看到过几次我的盗版节目 但是呢 大部分只是盗了几个视频 这次这盗版呢 看来是比较专业的 我全部的一百多期的视频 包括我这个栏目的名称 栏目的介绍 全部都被不问自取了 更有甚者呢 这位躺营者还以我的名义回复观众的留言 如果有的观众觉得我这个节目还不错 鼓励我两句 夸我两句的话 他这边呢 也煞有介事的谦虚了起来 这一点倒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鉴于这种情况呢 我呢 也必须要有所回应 所以呢 从这期节目开始 我会在我的在YouTube上播放的视频节目上面打上YouTube专用的字样 所以如果有人在其他的视频平台上看到了这个打有YouTube专用字样的视频的话 那肯定就是盗版的 第二步呢 就是我已经开始陆续的把我的视频节目 投放到那个与水果有关的视频平台上 为什么说陆续而不能一下子全放上去呢 这是因为那个平台上已经有了盗版的 所以我这个正版的反倒是通不过审核 我得一个一个的去申请去证实我是创作者 当然了 我也已经通过正常的途径 向该平台提出了申请附和的请求 但是呢 这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 可能如果大家搜索Frank 风夏杂谈的时候 在这个平台上可能会出现两个相关的账户 一个是那个盗版的 现在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八千多名粉丝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这个可怜的正版的 正版的那个账户的logo呢 是我的一张头像 而盗版的那个呢 是一张枫叶的照片 我高度怀疑那张枫叶的照片也是我拍的 之所以决定把我的视频投放在这些平台上 一来呢 是因为这次盗版 二来呢 也是不断的有朋友跟我说 希望回国以后仍然能看到我的节目 或者是有些朋友希望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也能看到我的视频 所以呢 从这期开始 以后的每期视频节目 我都会在国内的视频平台上播出 当然了 在我的正版的账户内的视频节目 是不会有YouTube专用这样的字样的 这样呢 大家也就很容易区分 哪个是正版的 哪个是盗版的 最后呢 对于那位躺影者 我相信他也会看我的这期视频节目 对这位朋友呢 我不想多说什么 我也不想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主要是不想扰了这份清静 我只想对你说 其实你的眼光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有这样的眼力的话 多看一些书 可能有一天你会做的比我还要好 好了 这件事情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 不想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位幸运者 或者说表面上看起来的幸运者 他就是我们上一期提到的汉文帝刘衡 在很多人看来 刘衡无疑是一个幸运者 大家想想 在吕后与那些刘姓朱王找别扭的时候 刘衡远在代国 代国呢 就是在现在的山西太原 西汉时期的代国和现在的太原可是大相径庭 那时候的代国还是个偏远的地区 而且呢又处在与匈奴作战的最前线 所以说与齐国赵国这些地方比起来 代国是个没人愿意去的地方 可恰恰也就因为这一点 刘衡得以偏安异语 没有卷入吕后与刘姓朱王的争斗之中 后来到了吕后驾崩以后 刘姓朱王与功臣集团联合绞杀吕家 很多的刘姓王都卷入其中 出了不少例 比如说那位以前被吕后薅羊毛薅得搬突的齐王刘香 就是出力最多的 此外还有狼牙王刘泽也出力不少 可是等到吕氏被诛灭以后 皇帝的宝座并没有落到刘肥的嫡长子齐王刘香的头上 也没有落在狼牙王刘泽头上 偏偏的就落在了代王刘衡的头上 刘衡的运气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的很多的缺点最后都成了他上位的条件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他天生懦弱 最后却成了生性仁后 比如说他的母亲伯夫人没有什么母族的势力 这点倒是因为没有外妻势力而更加获得了功臣集团的青睐 大家经常说运气好的话就像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正好掉到了自己嘴里 而对于刘衡来说 就不仅仅是天上掉馅饼了 而是这个馅饼追着刘衡跑 刘衡在前面跑 馅饼在后面追 刘衡不想吃荤的 后面的馅饼就能变成素的 接着追的 直到他咬上一口为止 那么汉文帝真的是这么幸运吗 荣登大宝的他 这时候恐怕真的笑不出来 我们来看一段《史记外妻世家》中的记载 斗鸡至代 代王独姓斗鸡 生女嫖 又生两男 而代王王后生四男 先代王未入立为帝 而王后足 即代王立为帝 而王后所生四男 更病死 这段记载呢 给我们提供了以下这些信息 代王 也就是汉文帝 之前是有一位王后的 而且这位王后还为她生了四个儿子 但是在代王成为汉文帝之前 这位王后就已经病逝了 死因不祥 斗鸡 也就是后来历史上的斗太后斗仪王 那个时候她并不是代国的王后 她是由一名妃嫔直接晋升为皇后的 从刘恒登基到确立太子 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 代王后的四个亲生的儿子相继病故 死因更是不祥 看过这段记载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这四个孩子是怎么死的 是恶性的传染病吗 又据史记记载 被立为太子的刘启当时候是八岁 而她是刘恒的诸多皇子中 排位在中间的一位 她前面还有几位哥哥 考虑到代王后是在斗鸡之前入的王宫 那么她所生的四个孩子中应该有比刘启大的 可能已经十几岁了 在中国古代 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 儿童早邀的事情经常发生 但这四个孩子肯定不全都是婴儿 他们已经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那段时期 如果是某一种恶性传染病的话 似乎也不大可能 因为同样是生活在代王宫中 刘恒的几个数子们都活得好好的 这总不能是一种专挑嫡子的传染病吧 再有 就是这四个孩子死亡的时间非常的蹊跷 恰好是在刘启被立为太子之前 这样呢 就给人一种感觉 似乎这四个孩子是在给刘启让路 司马迁也特意把这四个孩子的死与刘启被立为太子写到了一起 似乎是想告诉人们一些他不想言明的事情 那么这又是什么呢 司马迁在记载这几个孩子时 还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在史记孝景本集中 司马迁又做了这样的记载 孝文在代时 前后有三男 即窦太后得姓 前后死 即三子更死 故孝景得立 这里面司马迁又说代王后生了三个儿子 不是四个 是一向严谨的司马迁搞错了 还是他故意留下了这个破绽 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呢 再有更不可思议的是 其中提到的代王王后和这四个孩子居然没有姓名 有人可能说古时候男尊女卑 很多女的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姓氏 这不足为奇 但代王王后毕竟是王后 在西汉时期 诸侯王的王后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册封 才能够正式的成为皇后 所以在中央政府的记录中一定有这个代王王后的姓氏 她是来自于哪个家族 而且同样是刘恒的妻子 除了斗姬以外 在史书上留名的还有一位慎夫人 就是后来特别得汉文帝宠的那位慎夫人 另外呢 还有一位侍妾叫尹姬 在史书上也留下了姓氏 慎夫人和尹姬在王宫中的地位远远不及代王王后 而且他们两人也没有为刘恒生下子嗣 居然在史书上留下了姓氏 而生养了四个儿子的代王王后 居然无名无姓 这不禁让人费解 那么是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使得司马迁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 而无法考证出代王王后和四个孩子姓慎名谁呢 这点呢 就更加的不可能 司马迁是出生于公元前145年 而汉文帝继位是在公元前180年 二者只相差了35年 即使说司马迁那时候太小并没有做这方面的记录 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本身也是一位使官 司马迁根本就不用考证 只要问问他的父亲当时的情况就可以了 所以肯定不是司马迁不知道代王后和这四个孩子的情况 而是他不愿说或者不敢说 司马迁真的会怕吗 当年汉高祖流氓 不是汉高祖流邦 在逃难的途中把他的一对儿女踢下了车 这样的丑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得都是清清楚楚 一点没有给汉高祖留面 那么现在他怎么会怕呢 除非是这件事情比刘邦踢儿女下车这件事情还要严重的多 毕竟以后的西汉皇帝全部是出自于汉文帝这一脉 其中就包括司马迁时期的汉武力 太史公或许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 或许他有他自己所担忧的事情 虽然说他不大可能会担心自己会被第二次施行公刑 因为对吧 那么这位神秘的代王后到底是谁 在史料上我们是找不着更多的线索 提到代王后的记载 刚才给大家读的那两段史记的记载 就是历史上对这位代王后记载的全部 所以想要探寻这位代王后的真面目 我们必须要展开一次历史探案 因为没有直接的史料依据 所以这个探案的结果只能是基于目前所知史料的一个推断 一个假说 而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还要期待着以后的历史证据来证真或者是证伪 台湾中研究院有一位叫郑小时的副研究员 为此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他认为之所以代王后被隐匿的原因 就在于这位代王后她姓吕 她所生的四个孩子也都具有吕式的血统 在平息了所谓的诸吕之乱以后 功臣集团以及刘姓诸王就开始大肆的杀戮吕姓族人 可以说只要是有吕式血统的 不管你是不是姓吕 他都不会放过 比如说吕后的妹妹吕须嫁给了樊快 他们两人的儿子樊抗就因为具有吕式血统而被杀死 而吕后的妹妹吕须更是被当堂鞭挞致死 像樊抗这样相对来说还算比较远的吕式血统中人都被杀死 那么汉文帝的这四个嫡子 如果他们的母亲是姓吕的话 他们这四个人将来一定会产生太子 甚至是下一位皇帝 那么功臣集团以及刘姓诸王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出现 他们非常担心日后这几位具有吕式血统的皇子会对他们进行报复 所以他们必须要杀掉这四个王子以绝后患 其实死的不仅仅是这四位王子 在汉文帝登基之前 还有几位皇子也是死于非命 这几位皇子就是汉惠帝的儿子 汉惠帝和他的皇后张皇后并没有儿子 那时候吕后为了给汉惠帝找一个继承人 就让张皇后假装怀孕 然后就用汉惠帝与一位宫女所生的男孩 假装是张皇后所生之子 这个男孩就是前少帝刘公 吕后担心这件事情会被泄露 所以就杀了前少帝刘公的生母 后来刘公慢慢长大以后知道了生母被杀的真相 曾扬言说等他长大成人以后要报复 最后是被吕后知道 吕后就把这位前少帝幽禁致死 然后又扶持了汉惠帝的另外一个数子刘弘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后少帝 除了刘公刘弘以外 汉惠帝还有两个数子 当时两个人也都封了王 吕氏倒台以后 功臣集团竟然一口认定 这四个孩子都不是汉惠帝亲生 都不是刘家的骨血 而是吕后找来的吕氏族人 所以后少帝以及他的两个弟弟 在汉文帝登基之前就已经被处死了 这样就造成了汉惠帝五子的局面 而刘衡作为汉惠帝最年长的弟弟 就有了兄中弟级的合法性 那么这三位被杀死的皇子加上前少帝 他们四个人到底是不是汉惠帝的骨血呢 是不是真的如功臣集团所说 是吕后从吕家带来的呢 其实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吕后真的从自己族中找一个孩子 顶替刘家骨血的话 那么他何必要找四个呢 一个继承皇位不就可以了吗 反过来说 如果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是刘家的骨血的话 那么其余的三个人也一定是刘家的骨血 我想这个逻辑并不复杂 因为吕后完全没有必要找一个吕家的人来充数 继承皇位的是自己的亲孙子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何必要麻烦吕家人 而且这四个孩子当皇帝的当皇帝 封王的封王 功臣集团中的陈平也好 周伯也好 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 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四个孩子的血统 现在才提出这四个孩子与刘氏血统无关 是不是太荒谬了一些 所以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 功臣集团这时候下的是一盘大棋 首先他杀掉了汉惠帝的几个孩子 这样既清除了吕氏在汉惠帝一脉的骨血 而且又为汉文帝的胸中帝籍提供了合法性 这是这盘大棋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清除汉文帝一脉中吕氏家族的血统 杀掉了汉文帝与吕氏王后所生的四个嫡子 当然了这一切绝对不会是功臣集团的一方所为 他们也一定得到了刘姓诸王的默许 毕竟刘氏诸王们也担心吕氏会卷土重来 再结合我们以前讲过的西汉初年刘吕两家共持天下的局面 现在功臣集团和刘姓诸王的所作所为 实际上就是对吕姓家族的一次大摊牌 从此以后有刘无吕有吕无刘 刚才我们做的这些推论都是基于一个前提 就是汉文帝的代王后是吕氏之女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是吕氏之女呢? 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刘邦总共有八个儿子 长子叫刘肥 吕氏当权的时候刘肥已经娶妻生子 而且刘肥不久以后就病逝了 所以吕氏并没有让刘肥娶吕氏女 但是却是让刘肥的儿子娶了吕氏之女 比如说他的次子刘章就娶了吕氏的女儿为妻 刘章以及他的大哥成继齐王的刘香 在诸吕之战中是立有手工的 但是最后盘点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 刘章的妻子吕氏最后是否安全 这个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他与刘章所生的儿子最后却是承袭了刘章的王位 从这一点上来分析 或许刘章的妻子吕氏是安全的 刘章和刘香这兄弟两个人 在刘邦的皇孙之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 他们两个人发动的逃履之战的目的是想让刘香做皇帝的 但最后他们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汉文帝继位一年以后 刘香就病死了 再过一年刘章也病死了 具体是得的什么病无从靠证 再以后他们的子孙就逐渐的没落 一直到了西汉末年往往篡政激起了农民起义 当时的农民起军赤梅君推举了一个刘氏的后裔 作为他们的傀儡皇帝 这个人叫刘盆子 是一个放牛娃 他就是刘章的后人 刘邦的二儿子就是吕后之子嫡长子刘盈 因为本身就是吕后的血脉 所以就没必要娶一个吕氏之女做皇后了 在汉书中颁故说这是鲁元公主的女儿 也就是说刘盈娶了自己的外甥女 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前几期中谈过 据史记记载张皇后只是张敖的女儿 并没有说她是鲁元公主的女儿 也就是说她与刘盈没有血缘关系 汉书中之所以认定她是鲁元公主之女 我想不外乎是想给吕后抹黑 就像后来的北宋欧阳修在修新唐书中 故意抹黑武则天是一个道理 说到这张皇后啊我不禁要多说几句 因为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文章 说张皇后是花神 是说张皇后在去世以后 为她收拾遗体的那些宫女们 发现已经将近40岁的张皇后居然还是处子之身 这个消息不静而走 当时的百姓呢就特别感叹同情张皇后的遭遇 又敢于她的美丽和她的冰清玉节 最后将其奉为了花神并建花神庙来祭奠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网上查一查这位张皇后的话 肯定看到过无数篇类似这样的文章 那么这些文章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啊只要大家简单的想一想就能看出问题 女敌有多大的胆子才敢去检查皇后的身体 皇后入恋前有可能经过这样的检查吗 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故事的来源 这个故事出自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呢响当当叫汉宫春色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它既不是正史甚至也不是野史 它只是一本标准的小说 而且是一本香艳小说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香艳小说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金平梅 历史上有些无聊的文人呢 还把这些香艳小说分为了九品 这九品是按香艳程度划分的 其中的上上品就是香艳程度最高的几本小说 其中就有这本汉宫春色 而大家知道的金平梅要比汉宫春色低两个等级 至于这样分对不对呢 我也不大清楚 这都是那些文人分的 相信他们已经全都看过了 我可是一本也没看 汉惠帝刘盈的下面就是赵王刘如意 就是西夫人的儿子已经死了 咱们也就不说了 再往下就是代王刘衡 刘衡之下就是我们讲过的刘邦第五子刘徽 他娶的就是吕氏之女 再往下第六子刘友娶的也是吕氏之女 第七子刘长倒娶的并不是吕氏之女 这是因为刘长本身就是吕后抚养长大的 他本身就是吕氏一族之人 刘长本人对吕后的感情也非常的深 所以呢 吕后就没必要在他身上去浪费一个吕家之女了 毕竟吕家的女儿也是有限的 还需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再往后就是刘邦的最小的儿子刘健 那个时候还太年幼 还没有到娶妻的年龄 所以由此我们应该能够看出吕后是不大可能 让他的儿子刘盈最年长的弟弟不娶吕氏之女为妻的 他绝对不会放松这方面的控制 而且依据刘衡以及他的母亲伯夫人容忍的性格 如果吕后提出来了要嫁吕氏之女作为代王王后的话 他们是很难拒绝的 而且刘衡在娶了吕氏女以后一连生了四个孩子 这一点呢一定让吕后非常的满意 刘衡也自然不会像对刘灰刘友那样 我想现在大家可能很想知道 在处死他四个亲生儿子这个问题上 汉文帝刘衡是什么态度呢 是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吗 台湾的郑小时先生并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刘衡也是不情愿的 我也同意这一点 而且我也相信或者说我宁愿相信 当时他也是出于无奈 但我想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也是经过他首肯的 或许呢是他太想坐上那个高高的皇座了 或许呢他也觉得无论怎么做 他都保不住这四个有吕氏血统的儿子 无论他当不当这个皇帝 所以他最终接受了功臣集团提出的方案 功臣集团为他杀死汉惠帝的三个儿子 让他的登基变得名正言顺 而作为交换 他要同意杀死自己的 具有吕氏血统的四个儿子 来免除功臣集团的后顾之忧 至于那位代王王后 或许他真的是病死的 至少我希望他是病死的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看到他的丈夫 同意杀死他们的亲生儿子 这样惨绝人寰的一幕 更可怜的是那四个孩子 在吕后当政的时候 他们四个成了他们的父亲刘恒的保护伞 而到了吕氏倒台以后 他又成了他们的父亲登基的绊脚石 于是他们就这样非常默契的被搬开了 就像真的搬走了四块冰冷的石头 最终代王王后和他的四个儿子 就这样走进了历史的迷雾之中 同时走进历史迷雾的 还有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父亲 一个伟大的汉文帝刘恒的另一面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讲述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savior Fantasy X4 小 slide 加入同会 明镜 rooting 收莲 exactement 一直有 angef